该留的人会留下 留不住的 你想尽各种办法 他也会离开 我就有一位好兄弟 这是真的 他在早年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他女朋友谈恋爱了 两个人谈了很多年 大学毕业之后感情也很好 但是就是走向工作的时候 结果女孩子 血盘上了另外一个人 两个人分开了 一连三年时间 他都过不去 自己心里的这道坎 总是想不明白 每天晚上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开始失念那个女孩子 还是想他 甚至还流下眼泪 我们经常也就去劝他 他还是过不去 曾经我们发生了一件 非常神奇的事情 当然我不喝酒 是有一个三个人陪着他 喝酒 喝了四斤酒 酩酊大醉 就是想陪他一醉放休 希望他能够 好了之后也就好了 结果还是过不去 后来我们兄弟之间 实在是没有办法 安抚不了 怎么办呢 只能够放任他自己 在那边工作 后来我们就各自在 各自的城市工作了 我就来到了普陀上 时间过了大概两年左右 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才得知是什么呢 是他自己这一年过程当中 从自己的阴霾当中 走出来了 他说我不能够 在这样下去 在这样消沉下去 是我自己放过了我自己 于是在他思念的时候 就开始沿着小区里面 每天晚上跑步 来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富有激情 去健身房 难过的时候 就拼命地工作 结果业绩还做到 他们公司第一名 这样也很好 对吧 慢慢慢慢半年之后 他走出了 这个失恋的阴霾 整个人也变得 开始阳光起来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能够感觉出 他是由内额外 散发着这种快乐的 完全能够感受到 你看这几年就很好 他走出了自己的阴霾之后 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也很专一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日子也蒸蒸向上 事业也在上升起 所以我们会 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每个人的人生 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要让这些 不开心的事情 都让他到此为止 不要让这些难过 苦闷的过去 然后来折磨着自己 要学会删除这些记忆 你只有学会了放下 才能够轻装上阵 能够更好地去生活 有人就说过 当我们握紧双手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也没有 当我们伸开双手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在我们的手中 学会了放下 才能够享受 生活赐予了我们这份厚重 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应该 即使我们错过了 落日的余晖 我们也能够静静地去 等待满天繁星 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能够活得通透 就能够明白 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过不去的心 能够折磨你的 不是别人 只是你自己的内心 所以最好的放生 就是放过自己 你心小了 事就大了 你心大了 那么事就小了 得音